好的 好包包第一 就是你的食材能夠新鮮嗎 因為你食材就算做得多厲害也好 你食材不新鮮的時候 你始終會打到一個字 所以新鮮的食材一定能夠沒溫泉 第二就是說回你究竟 你的漢堡包的Bund 和Bid的Ratio是不是一個好的平衡 因為你不想包太大肉不夠 或者是你肉太大包太小 你吃下去的口感就會不同了 你吃壽司也不想拆了壽司去吃 你不會紫菜或者是飯三文魚 這樣可以分開吃 一口都會咬完所有東西 你未必一口會咬完整個 但起碼一口可以咬完不同的產品 變相了你吃下去的口感和味道 會更加好和更加豐富 我們之前有跟Impossible Beef去合作過 因為我們那時也有做過 時裝表演的合作 那時也很成功的 有很多客人都會問 原來Impossible Beef和漢堡包 都有一個特別之處在 你會有些人真的完全不吃肉 但他們也想有些反應 即是找一些產品 真的很像肉 亦都可以品嘗到這一部分 我想這些人造肉 未來可能也有機會有一個趨勢 但他們有沒有機會去 去replace 到 真是一個Beef的食材 這個真是未知之想 還有漢堡包只會越來越多 其實如果你見回在舉美國為例 L.A.算是一個 即是在洛杉磯 算是一個漢堡包的資源 那你從70年代到現在的時候 他們的漢堡包店只會越來越多 而出色的漢堡包店 亦都有很多不同的新的 高級的漢堡包店 每年都會出來 所以如果你說香港 或者是亞洲區 會不會有這個trend 我覺得是一定會的 Burger Joyce 我們是專門做一個 Smash style的漢堡包 那我們的牛肉 全部都是USDA 在美國飛機房間 所以全部都是比較上新鮮 還有我們的肉汁 都是比較豐富的 那我們的標誌 就是我們的Double Cheeseburger 我們就有兩個4盎司的Beef Patty 會加上一個Tomato's Lettuce 還有一些酸瓜 還有我們的標誌的Sauce Ev6